传奇将军许氏有被特批土荡家乡,目前是五虎山,故军有碧斐洞。 屈氏有将军故军位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和铺村许家挖东头的半山坡上大门上方,悬挂着全国人大元副委员长王光英提携的。 屈氏有将军故军,海扁故军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氏有将军故军和将军牧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屈氏有将军,是我国倡导火化以来,唯一一位被特许土荡的国家领导人。 将军病逝后中央批示,屈氏有将军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人物特殊对待,准许他回老家土葬。 1985年11月9日将军魂归虎,李藏眠在了新县田铺乡许家挖万字山,下的来龙岭上许氏有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新县田铺乡许家挖少年。 时放过牛读过私塾曾大少林寺云游五僧,为师恋就一身无意。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黄马起义后任红四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机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是有任志援军第三兵团司, 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明显放军副董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委常委,是中共八届中共委员。 生为国尽忠司为母尽孝,这是将军生前所恪守的人生信条将军病逝, 后他的遗愿也得以实现将军生前战功和中国孝母的情怀深受世人敬仰, 前来拜业的人络绎不绝将军墓地在一个半山, 腰处背靠着两座山相接的安部墓高两米, 直径三五米整个坟墓前方后园, 简朴庄重占地面积约98平方米墓前方。 有一尊将军的花岗岩雕向墓地西南, 面位许是有父母亲的和葬墓相距约40米, 东面偏北为许是有的出生地,相距约50米, 正前远方是五虎山墓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许是有要为母亲尽孝看坟, 选择此处是再好不过了许是有生前选定的墓只在其父母亲和葬墓的下面五六米处一在他死后葬在母亲脚下。 永远陪伴着母亲许是有去世后, 再确定墓只时专家看后认为许是有自, 全的墓只地是较低于天容易积水, 不利于遗体保存在争得家人同意后, 选择了新的墓只许是有自选的墓只周围, 有五颗长势茂盛的松树让人称奇, 但是这五颗松树都从不同的方向, 弯向墓只以前许是有墓没有墓碑许是有一位仕途子。